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短信验证码的SDK 这功能应该也是非常实用 我们在做注册的时候只要输入手机号 就能进行注册 我们参考的文档是什么呢 是Cell SDK给我们提供的安卓短信SDK集成的一个文档 这是一个文档的一个路径 那么我把它步骤大概列一下 来看一下第一步,获取SDK 然后导入SDK第二步 下载下来导到我们的项目里面集成进来 可能有一些错误需要改 这个过程可能对于入门刚出学者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第三步就是我们这一步搞定了以后 就配置一下manifest 按照它的要求来进行配置 第四步,添加启动SDK的代码 第五步就可以发送短信验证码了 OK,这个是这个代码 这是大概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Cell SDK的官网 登录以后,登录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可以通过下面找到免费短信验证码 对吧,免费短信验证码是不是下载它的SDK 对不对,把它的SDK卡,你先下下来 你看三秒计达对吧 这就是说,中国三大运营商顶级合作伙伴对不对 免费多少条 一万条 免费一万条 这一万条也不是说一口气钱给你免费的 对吧 三秒立达,速度快的嘛 就是各种,好呗 对吧,一个字好 那你把SDK的下下来 下来完成以后呢,就在哪呢 这个SDK,我们在这儿 是smssdkve这个版本,看到没有 是这个位置,里面有它的这个API的文档 包括我们要用到的这个组件包 这个组件包呢,smssdk呢 它是不是一个压缩包,也不是一个架包了 它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个laborate的方式来进行引入 明白了,laborate的方式进行引入 好,那我们先看它的文档 找到这个文档,哪个文档呢 smssdk短信验证码的一个集成文档 安卓的集成文档,看到没有 点击,进来 点进来啊 好,点进来以后 你看这边有个小视频,对吧 你可以看 说解压完成以后 这个1.0这个版本啊 下面的文件加设是这样的 这是它的windows的一个演示,对吧 跟我这里呢,是不是一样的呀 这个过程 然后其中这个文件加就是核心的了 就核心的,它告诉你第二步如何导入 那导入这是它的演示呢 这个是一个Eclipse ADT的一个导入方式 对吧 ADT的一个导入方式 那咱们来说呢,要怎么导入呢 因为我用的是Android Studio 所以呢,我为了方便 我就直接把这个SMS SDK复制,是吧 嗯 放到哪里呢 复制完,放到我的空间下面去,粘贴 OK OK 这儿看到没有 把它粘进来 然后呢,等一下我那个,现在的我的工程 这是我们新建的一个工程 SMS的那个目录 好,找到Android Studio Project这个目录下 然后呢,是我们的,找一下 找一下啊,是在何处啊 在这儿看到没有 嗯嗯 是是,SMS SDK 选中这个文件加 然后呢,选择Choice 好 那么它就被引用进来了 Mode的名字叫SMS SDK 对吧 然后呢,下一步啊 你可能看不见了啊 我把它拉过来一点 估计也看不见是吧 那上也啊,放小一点 好,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完成 它就开始进行构建了啊 进行构建了 它就把它跟依赖关系给 给我们引入进来,对不对 对 给引入进来 好,刚引入进来的时候 你看它就马上就有什么呀 是不是有错误啊 对不对 有错误 它说它这里面支持的这个 版本呢,是8的吧 对不对 这SDK里面啊 是8 那就是它那个太低了是吗 那我这个版本的太高了 那怎么办呢 改一下 切换到这个PoJack的目标下 然后再打开APP 打开哪个呢 打开SMSSDK的这个Build的配置里面 把它的这个最低的版本给改一下 嗯 改成多少啊 这里改成多少 最小的版本改成多少 改成你不知道改成多少 你就根据你根据你自己的项目来改 对吧 嗯 你自己的项目的这个 打开哪个呢 打开你这个Build 对,打开这个 打开你的Build 这是22是吧 嗯 编译的版本是22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22 你明白了吧 嗯 把它改成22 然后呢 下面这个最低版本是17是吧 17 那你就不太8太小了 把它改成17 再重视一下 Try 嗯 这是你要 要改的啊 要改的就这个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构建OK了 它会在你的这个安卓这个这个呃 选项里面就会显示什么呀 显示这个 SMSSDK的这个目录 嗯 看到没有 就会显示啊 显示这个目录 好里面你看 包括有它里面的一些类是吧 一些类 一些资源文件 还有这个Z9的一个Lib包 对不对 对 Lib包 这里面是都有啊 都有 OK 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切换回这个Project 啊 Project是这些面 在这个 在这个SDK啊 这个SMSSDK里面 有两个Library 看到没有 有两个Library 你看有没有把它引入进来 对不对 有没有把它引入进来呢 你要右击一下 SMS 然后 SDK打开Model Siting Model Siting Model Siting里面 上面有这个有两个啊 然后你看一下SMSSDK的一个依赖包 哎 已经有了对吧 哎 已经有这两个依赖包 那就那就OK了啊 就表示没有问题 这两个依赖包是OK的 明白了吗 嗯 好 好 那这个地方 基本上onclick 我们看一下啊 igclick 怎么来写呢 回到我们的activity 把这个activity改一下 叫做action bar activity accent bar activity 好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啊 public void view 回到文档啊 回到文档 这一步集成就集成完成了呗 然后第三步 我们要配置一下这个manifest 是吧 我们要把这个权限信息 复制过来 权限啊 再切换回这个安卓 manifest 权限信息 先粘过来 然后这个权限不要了 对吧 嗯 好 然后呢 需要有一个叫做activity 这个组的组的这个tools 对不对 启动一个这是我们上上上 上一个工程里面也会用到这个了 对吧 也有用到的 我们就把它粘过来 这到包到包到的没问题 这里面就应该是呃 使用的时候就会没有问题 明白吧 嗯 这个地方啊 好 你看这里面还有问题的吧 有问题的话呢 那究竟应该是我这边要review了一下 你要把它review了一下 review了一下呢 主要目的是看一下你刚才那两个炸包有没有被倒进来 对吧 嗯 如果是被倒进来了 那它肯定就是这边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没有被倒进来 那就肯定就有点问题 是吧 嗯 肯定就有点问题 这可能我这个开始有点乌乌响的有点有点慢了是吧 嗯 那我可以先把它先关掉啊 先关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 选择完这个smsdk以后 然后在app里面没有依赖这个model对吧 是不是啊 嗯 我们好像差这一步 你看啊 是不是没有依赖 我们把它只是把这个model倒进来了 但是没有把这个model跟它的依赖关系绑定上 我们要添加 然后model依赖是把它写上啊 哎 这个就写上了 好 OK 然后进行构建 这样的话呢 他们呃 现在两个就已经 关联起来了 这就没有没有问题了 对吧 嗯 好 继续往下看 第四步 第四步啊 第四步 启动sdk对吧 启动sdk 这个就是哪个sdk啊 我要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 然后启动sdk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manfest里边 我们就在第一步里面 去启动 对吧 这是我们的app的key 还有这个app的这个叫 还是这俩东西 对吧 嗯 还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我们还得需要 需要在哪个地方进行注册呢 看这两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在sellsdk的这个官网上了 好 sellsdk的官网上 mov进来 我要进入我的这个后台 进入我的后台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sellsdk的一个后台界面 这个是screen code的sdk 就是短信验证码了 对吧 我就进去 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呢 这边你需要创建一个 这我已经先创建了 先创建了 你要在这里面一样 先创建一个你的app 创建一个app 那我这已经创建了 叫coding学堂 那么这里面会有appkey 跟这个刚才看到的那个 那个一串密钥 对吧 一串密钥 key跟这个密钥 你把这个密钥 然后这个两个呢 烤过来 放在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这个呢 也需要复制过来 放在这个位置 OK 这样的话就 让它初始化成功了 对吧 初始化成功了 好 再回到这个文档的位置 再回到文档 发送短信的验证码 对不对 说sdk的这个 内置了开源的gy功能 你可以通过 调用项目代码 打开短信验证的 一个页面 那这个更方便 对吧 非常方便 然后复制过来 在这儿 我就直接可以去用 你看 直接可以去用 这是提交我们的 这个用户信息 这个用户信息 我就不要了 对不对 然后sdk是sdk 这次就显示就可以了 这个提交用户信息 指的是我们自己写的 reject方法 对不对 自己写的一个reject方法 你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一个reject方法 对不对 叫void reject 里面是 里面是什么呀 一个country 国家的代码 对吧 国家代码 一个是你的什么 就是你注册的那个手机号 是吧 嗯 注册的手机号 那咱们那这儿呢 我先简单的给它输出一下 可以吧 行 那这个是全世界都能 可以 对 就是我要 比如说我在外国 它也给我发过来 你的手机号 对 那是不同的运营商嘛 相当于是不同的运营商而已 它是支持 据说是支持全球 对吧 这不牛逼 对吧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 加上多少 对吧 我只是把它输出一下 没有进行真的注册啊 没有进行真的 我们只是演示这样一个 获取验证嘛 这样一个过程 OK 好 那么这一步完成了 那就 是不是相当于是OK了 这一步工作就做完了啊 就做完了 我们简单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注册的一个页面 它自己写好的 是吧 注册页面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叫注册的一个回调方法 对吧 回调方法 这个回调方法里面呢 就是让你去解析 这个样一个结果 解析这样一个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里面就是一个date 就表示 注册的一个结果 如果是OK 那么我们从这个date里面转换过来 是个hasimata 然后去里面去取值 就这么简单取值代码 也是 比较 比较简单的代码 对吧 好 那我们来 现在来 演示一下 看看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好 我们先启动这个程序啊 启动这个程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sdk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介绍吧 这个位置的一个介绍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里面前面的提前也先填好了 先填好了 如果你第一次进来 你可能打不开这个界面 对吧 那他会让你去填写 是 说你要你的那个app的名字叫什么 对吧 然后你就填那些信息就可以了 OK 你看这是我之前测试的一些记录 看到了 之前测试的一些记录 你也可以在这边的短信设置 对吧 短信设置里面呢 你看他 我这里面你可以改 你跟着你这个 这个针对你这个这个 这个avp呢 你可以改改你这个钱 短信的这个前缀是什么 对吧 你看支持全球所有运营商 对不对 然后呢支持大陆的运营商 然后短信的前缀后缀是什么 对吧 港澳台的设置是什么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当然了 你看啊 刚才说一万条是吧 这里面看啊 免费发送大陆地区的短信 是两百条一天 其实还是有限制的 不是不是真正的一万条 是吧 同时赠送一天呢 什么二条的海外发送的短信 对吧 这个联通运营商呢 是有限制的 所有限制 每个零号最后每天接收十次 也知道吗 对吧 那这个就太少了 然后其他 哎呀 就按照资费 是吧 你看国外的吧 按照资费的方式 进行这个收费了 对不对 你收费 收费比方都可以列出来了 然后没钱就在这怎么充值吧 对不对 在这进行充值啊 一般的话可能企业里面用 肯定是需要去充值的 但是前两百条是免费的 对吧 这是星期一改 好 完成以后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来演示一下 现在我们要需要小若配合一下 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边 发一个 发一个这个短信验证码 发到哪里去啊 用小若的手机号 嗯 哎呀 这是大伙子 赶紧蒸个笔记啊 美女的手机号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点注册啊 我点击注册 你看它里面自带的这个界面 自带的界面就让你填写这个手机号 86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国家代码的吧 国家代码 OK 现在是手机号 嗯 我的是吧 嗯 你的吧 嗯 好 然后下一步 是吧 你看 它马上会提醒一个说 我们将验证码发送到这个手机号 对吧 嗯 好 好 好 就已经是号码对吗 对啊 对对对 号码对是吧 嗯 你这个有没有伤 嗯 还没说到啊 来了 哎 有灯灯听到这个声音了 对吧 对对对 哎 你把那个验证码给我念一下 它上面写的是Coding学堂 对啊 Coding学堂的验证码 Coding学堂验证码对吧 那六四四五 六四四五 对吧 对对对 六四四五 然后呢 我再继续点这个下一步 下一步 嗯 哎 表示你看 就验证成功 验证成功呢 验证成功以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电话号码给你在这返回了 嗯 对吧 给你返回回来 你就根据电话号码作为用户名呗 然后你就去怎么样 就是下一步就是你要去注册的事情了 啊 就你自己写这个流程 然后去对它进行这样一个注册 OK 嗯 应该这个过程也是 呃 非常简洁 还是挺简单的 对吧 对 他给我们提供这样的 应该说这套API也是非常好用 刚才收到的这个短信速度也还行 也比较快 挺快的 嗯 啊 OK 这是我们这个短信的一个SDK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吧 根据这个文档中啊 大家按照这个步骤呢 然后自己来一遍 应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吧 美女的手机号也给你记住了 是吧 呵 OK 呃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 这个几个我们的这个点就给大家讲完了 是吧 包括我们前面说社会化分享 第三方登录 还有最后包括这个短信的验证码 好 这个三个呢 都是集成在这个SellSDK这个第三方这个工具里面的功能 好吧 嗯 好 那么这个模块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 嗯 好 那我们这一章直接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经济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追的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吧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